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拦住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说 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了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在2004年12月是我和老婆的度蜜月 而且在这段时间 是我们去国外短学的一个月 有很美好的经历和回忆 有一天晚上 原本当天晚上我们是没有聚会的 也刚好在当天的早上 我生病了 感冒了 全身都很不舒服 但是当晚弟兄姐妹主动要求我们要有聚会 他们有些是从另一个村庄走路 来我们住的地方 有一些是大脚车过来聚会 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看见他们对主渴慕的心 是我们应该多多学习的 当晚圣灵一直催避我 有几次非常强烈的感动 催我起来带聚会 其实我的肉体非常的软弱 心里有些挣扎 非常的不愿意 但是当我愿意降服 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 就在当晚 当我们一起敬拜 唱诗敬拜神的时候 当我们唱到第二首诗歌的时候 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下来 运行在我们中间 二十多位的弟兄姐妹 都被圣灵更新 医治了他们的生命 两三个小时 他们都在陶醉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 我想想如果当天晚上我没有带这场聚会 就看不到神做事的奇妙 而看见神的大能 这完全都是神在做工 神在聚会中长完全 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 如果我们敏锐于圣灵 并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会看见神迹奇事即将发生 我很喜欢一首的诗歌 就是这首圣灵充满我 充满我圣灵 充满我圣灵 现在充满我的心 充满我圣灵 充满我圣灵 每天充满我的灵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扎美你 主啊 你是那位常与我们同在的主 在时刻 主我们完全的相辅 相辅在你的面前 求主你的灵在这时刻 来浇灌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都能够愿意 顺服在神啊 你的带领之下 能够顺服神啊 你的旨意 能够免略于圣灵你的带领 谢谢主 我们把这些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鼓励大家能够继续在线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每日灵修 也可以下载4F的灵修大纲 谢谢大家 愿主赐福你的每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